中國房市低迷加劇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困境 崇敬市的壁山區更出現了政府成立的砸鍋賣鐵的工作 甚至還成立了工作的專班 發通知書 從文件的內容您可以看到工作內容像是包含了制定工作方案 以及明確實施的這個範圍 還有就是確定資產包建立價格等等 而且可以確定的是現在目前這個專班已經開始運作了 那麼第二份文件是來自2024德令哈市的政府工作的報告 那麼當中就寫到了砸鍋賣鐵等方式來化解債務的危機 也是成為了全省首個隱性的債務清零地區 但事實上從2023年年初開始 中國人和部分的農村商業銀行 就一直在積極的買入長期的中國國債 並將10年期的國債收益率推至2.1%的歷史新低 那麼中國這一波的國債搶購潮更是被稱為是史詩級的 中國人民銀行他們也呼籲要停止購買這些的債券 然而中國現在也調查出至少有八成的年輕人 他們是不打算要買房的 統計到2024年您可以看到已經買房或者是要規劃買房的人呢 僅僅占了7% 那麼中國的年輕人在價格精打細算下 73.5%的民眾表示他們寧願花更多的錢也要吃得更健康 另外有36.1%的受訪者 他們認為出門就是不怕花錢 不願意來降低旅遊的品質 這也顯示出什麼 顯示出年輕人對於消費的精神滿足體 現出了強烈的自我關照